我們這邊說明一下要如何用Photovision做影像辨識的東西 首先你進來Photovision就先進到這個網址Photovision.local 然後滿號5800 那你就可以登入Photovision在ResRap上的一個網址 那你登入之後就會看到這個介面 首先我們目前不是Driver Mode所以先貼到這個模式 那它就可以做一些動態的更改 那假如你要一個2D物件然後是要一個反光條的物件的話 那基本上就給你一個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去更改 非常類似於LineLine的操作去更改這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是AppleTag 所以我們就切到AppleTag 然後AppleTag就是一個3D的介面 所以我們就切到3D 然後讓它去看一下3D的位置 那現在演示一下最後長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它長這樣 然後2D的介面的話則會長這個樣子 那一樣是對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會有點小小不一樣 那這邊就可以分配得到這些數據 那這些數據就可以在另外做這個目標的判斷 好,接下來來教你們怎麼設定這個東西 首先 先在這邊找到你要的解析度 那我這邊調最低的解析度怎麼設定 然後呢這邊選擇Chessboard 然後這邊就可以來下載 這個 Photovision裡面使用的韓式庫 那我們這邊就下載一下 得出來就會得到這個 這就是Photovision裡面的棋盤格 然後這邊拍一下這個棋盤格 好,這邊拍了一下這個棋盤格 這就是我現在有的棋盤格 在進行校正之前先進行設定 這邊要設定成 由於我這邊是一個9x6的一個矩形 這邊是一個9x6的一個矩形 所以我就把它設定成9x6 然後呢我就點Star Collaboration 進行相機校正 那記得在做3D編認的時候 要先做好相機校正 開始校正之後你就會看到這些彩虹線 那看到這個彩虹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左下角 Take Snapshot 好,然後這樣一路拍到第12章之後 這邊這個介面的這個紅色按鈕 就會變成黃色按鈕 然後你就可以點下去 讓它進行校正 那由於我剛剛已經校正過了 這邊已經有數據 那基本上 你只要做完校正再點這個Apple Tag 你就可以從這邊得到數據 那距離來說你要怎麼在 如果如果上面得到數據呢 這邊有一些範例 抓一下官方所使用的code 這邊有官方函視庫 像在這邊是Photovision的函視庫 那我就在這邊做一個引入 引入之後你會看到底下這邊 他這邊做了一個宣告 這邊宣告一個Photovision的camera 之後你就可以把它進行引入 然後進行一些操作去讀起這些數據 那如果你想要做更多的操作的話 這邊都有一些官方的函視可以做參考 那基本上Photovision就這樣子 基本上跟Limelight的操作很像 也可以在外面加裝一些燈啊 或者是在幫這個樹莓派這樣散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技能在裡面 同時他也可以進行多相機的辨認 那只要你把它插在USB插口上 就可以做使用 好那最後要提醒的就是 假如你發現連不上這個樹莓派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先關掉你自己的網路 第二個可以這樣拔掉電源重開這個樹莓派 以上